一支鐵道丸山鐵下的寬棟 集集品交道在公所涵當地 自行香蕉觀光工廠的用心伴利之下收藏頂頂 有聽當中剛才帶UK實際各種特色的香蕉以外 當頭是使用香蕉 帶走出各種健康與味道的香蕉套餐 五行結合法式晚宴集的料理 帶給UK對香蕉的全身五感提案 將香蕉設定然後放一杯中 還有加一氣泡水 就是一杯上當輕鬆好喝的氣泡飲品 另外由女髮廚師張宏苑和觀光工廠廚師喝行儀 精心驗化的香蕉套餐 是後多結合法國的晚宴集料理 帶給UK對著香蕉的全身五感提案 很香 感覺它加上葉子香氣又更多 基本上我今天前菜就是尼巴嫩 主菜是法餐 對 那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方式去呈現 再來甜點也是法式的 但是都有融合香蕉的元素在裡面 用不同的非常多的多元化的口味 來帶領我們的遊客來認識我們的 集集山蕉以外呢 我們也會親手來製作相關的料理 以及用香蕉花等等來融入花印來擺設 我們非常漂亮的一個橙色 那希望整個一個氛圍 可以讓我們的這些來賓 感覺到這個非常的尊榮 然後可以整個一個視覺是非常有美感的 那可以來幫我們多多的宣傳 這次鐵道算三天的下跌活動 這次平潮到收藏頂 搖車到部落客的民眾 在來清新體驗 大家對著郵定安排是上東烏肉 對著對金鳥和三業在著真是沒有了解以外 經過烏肉這場平潮到晚宴 將金鳥的使用家大大大提升 他比較屬於新創的形式 而且現在不是不能出國嗎 而且我會覺得說我自身在於法國的感覺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而且很有品味很有level 參加過後我覺得我要對他一個新的改變 沒想到還可以當主餐 不知道香蕉的品種有那麼多 然後今天有實際品嘗後 也覺得蠻特別的 就可以邊吃邊了解他的相關知識這樣 還蠻不錯的體驗 自然界之中含有抗性澱粉最多的是綠色的香蕉 尤其是山蕉 大家會問抗性澱粉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比較粗的一個澱粉質 這個澱粉質呢 因為它的質地比較大一點 所以吃到我們腸胃道裡頭 它會擋住我們的小腸、大腸 去阻擋那個澱粉質跟油脂的吸收 金鳥是一支店 唯一在四季就形成的山蕉 一直到達 這支山蕉的品質口感優吻在這困難 收藏平焦道的料理 雖然沒煎飽味吃不到 但我當在這很好的口味 也會說送到夾吃 推動金鳥三夾 在這裏補給的火騙和啟發 現在就算差不多 BANANA 乾杯 BANANA 乾杯 BANANA 乾杯